我們的節目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誰誰就要到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欸!阿福 蘇打綠的團長阿福來了 我來倒垃圾了 你倒垃圾 還有那倒垃圾還請給他這麼遠到啊 就經過了還裝髮有沒有 我們會有三個贈品對不對 對 就是口罩 可以不斷的重複習 而且又很fashion 還可以什麼 稍微掩蓋你的明星光環 歡迎收看一鏡到底之Talk一杯 我是主持人鄭偉博 在我們來到了這個Fullplay 來錄全新一季的單元形式之後呢 其實好多的朋友都跟我反應說 好想上節目啊 我以為是我的人緣很好 其實不是 他們都想來喝一杯 其實在過去呢 有許多娛樂圈戲劇圈的大明星朋友們 他們都來跟大家分享 暢談了這個在台前幕後的故事 但是如果大家覺得 我們只有講娛樂只有講影視嗎 那就太窄了 我們今天會介紹一位是在 國際的這個時尚舞台上面 大放異彩 綻放光芒的年輕設計師 你不要抖 對 所以說除此之外 他也帶來他的作品 讓今天所有能夠看完我們影片的觀眾朋友 有機會得到他的好禮物 所以請大家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話不多說 我就要來介紹這個 財情兼備的年輕國際設計師 詹浦 大家好我是詹浦 我就是要用大家的掌聲 然後對比出你那個文職彬彬的 打招呼的這個形式 其實你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年紀輕輕就可以站上了國際的舞台 然後有深刻的跨界跟創作的元素 裡面包含了文學 包含了奇幻 然後很多生活的巧思 其實大家今天看到 就是在我過去幾集當中都是華襯衫 今天特地的以白襯衫 就是造型模式的 但設計師就是設計師 他剛才在我換裝的時候就發現了 其實好像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是 我跟你穿的是英式襯衫 有研究齁 剛好有接觸過一些 英式襯衫 包括你的袖口 還有背後約克剪裁 還有你使用袖口的方式 所以其實你看 今天能夠邀請有品味的朋友來 現場就是不一樣 但是 Apple Jam你的快閃電 這一次又來了對不對 對我們一季都會有一次之間 每一季有一次 那這一次是在哪裡 這一次在信義微風的三樓 信義微風 為什麼你要一季把自己搞死一次 其實我們在其他的城市 有地方有固定的通路 有地方是跟玄霧店合作 只是在台灣我們現在還在摸索 就是固定通路的大小 所以每一季都會 是不同的百貨 是不同的店面的大小 然後做一些不同類型的店面的嘗試 所以大家其實今天可以看到我的領帶 真的就是 配合阿補的作品 你在2020的春夏當中 是一個怎麼樣的主題 作為你的設計的靈感 我們2020春夏系的主題叫 怪奇的時間盜賊 怪奇的時間盜賊 蠻奇幻的感覺 其實想的是一個 比較混亂的時間軸的主題 就是不管是服裝的款式 或是圖案 或是提花 或是不同的元素 都看不出來是來自過去還是來自未來 或是有一些 對過去的傳統服飾的元素的致敬跟取景 或是有一些對未來的想像 你小時候是會大量閱讀書籍 跟奇幻文學的人嗎 因為我一系列看你的作品 都有這種元素在裡面 我很喜歡看書看電影看展覽 看大量的小說 但不限於奇幻 因為其實奇幻文學在台灣的翻譯有收到一些 並沒有那麼大量的作品都被翻譯 科幻小說也固定是所有的代表作 所以你都看原文 學霸就是了 我還是需要看繁體中文 所以有些題目我不敢說色列很神 只是不同的題目都很喜歡 也喜歡看古典文學 也喜歡看推理小說 你就把這一些可能是在 在閱讀當中或文學的這些文化涵養 就是注入到你的作品裡面了 其實有點像是漸漸成型的 就剛好在創作的時候 只是對這些題目有興趣的 喜歡時間流逝的主題 喜歡架空世界的設定 喜歡探討真實跟虛擬之間的關聯 那其實我在發展創作的過程當中 有點像是拿書單來當我們的夢寶 就有些導演可能會拿片單 分享給他的工作人員說 這是我們心目中的電影的氛圍 然後可以先預先去準備 去參考這十部電影二十部電影 那我們每一季則是 會列出一系列的書單 然後分享給創作的夥伴或工作人員說 是不是可以一起先看完這些書 然後更方便進入這個題目 還進入這個世界 所以其實這些文本都成為你創作的這些 就是靈感元素了 對 它是我們創作的養分 以上我們剛才談到的這些就是高大上 然後有文學厚度的這樣的一個創作理念 但是你也很有這個就是嗅覺 市場嗅覺 因為就如同我一般 我的品牌也會在疫情的時候 做出酒精精油噴霧這件事情 你在前一陣子也就是開發出口罩 這是為了疫情嗎 其實我們這是跟另外一個做空氣防護的品牌 競對流聯名的產品 看一下看一下 是 它來接觸我們跟我們一起談合作的時候 其實疫情還沒有蔓延 所以你是有超前部署 不敢 只是我們本來就很喜歡口罩這個題材 因為不管是在台灣的小孩很多有過敏的問題 或是我們自己工作人員很常進出不同的紡織廠 其實大家平常都有很多的口罩的需求 機車族或是不同的工作習慣 或是延長自己的身份等等等等 所以口罩其實本來就是服飾配件的一種延伸 所以你剛剛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你說在疫情之前就已經開始要研發了 那大概是什麼時候 GDL這個品牌其實他們應該已經籌備了好幾年了 但跟我們聯名的籌備也許是半年或是一年前 那真的就是在疫情還就是還沒有開始之前 就開始創作 你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你的設計元素 是這個用的是 親對流他們的濾片跟他們的口罩的製作技術 但是用的是我們的布料跟我們的設計元素 那我們每一款不同的口罩運用我們不同主題的開發的布料 因為我們的服飾不管是我們衍生商品 聯名商品或是我們自己的產品 我們都很喜歡從紗線開始創作期 很喜歡從染紗然後設計布料的支撐 然後製造出自己的布料 用布料來說故事 然後布料漸漸才發展很負重 而且你剛剛講到就是很多人想要掩飾自己的身份的時候 其實戴起來這麼fashion反而讓大家都會注意耶 如果戴人夠多也許就不一定會注意到他本來的身份 而且他是真的除了時尚之外 能夠就是稍微遮掩身份之外 他在這個疫情的當下 我剛剛有看到他是能夠有這個PM2.5的這個主角 所以他是真的是可以防疫的嗎 他是有比如說防菌然後防塵等等的效果 但沒有任何一個口罩可以 百分之不百 對 那他可以重複的使用 他可以重複隨時至少200次 200次 很讚耶 主要是我們的提花布料 我們都會用不同的織法 有些是會用半立體的提花 有些是用紡刺繡的提花 也就是用立體刺繡等等的技法 來完成不同的布料 那這個主題是星軌 裡面是一顆一顆不同的星星 那每一顆星星其實有點像是社群網站當中的 登入跟登出跟離線的狀態 其實這一季的主題是想述說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其實不會因為更多的社群或更新的科技而縮短 你好棒 因為我本來就是想要問 我很好奇你的設計的理念 所以它是類似社群網站 人與人之間 然後又有登入登出以及還有人際網絡 是 蠻不錯的耶 而且還可以遮蓋一下 如果不想被人家發睡的時候 博哥平常也可以帶著大家出門 好 針織之外其實你還有圍巾對不對 對 剛剛除了口罩之外 你幫我們介紹一下圍巾 你看又是黑色 我真的超喜歡你的 當然圍巾不是針織的 是縮織的 今天帶來的是Cashmere的圍巾 它上面是有我們的 Cashmere 這摸起來那個質感真的很細緻 圍巾的主題是雲的製造所 其實是探討雲的不同面貌 然後在想像 也是有點習慣設定 想像雲可能是來自某個遙遠的地方 遙遠的筆觸然後用工廠慢慢慢慢製造出來 所以它直接 像是侏羅紀公園裡面的低島 或是主門的世界 就是任何你看到奇幻的美好戲 背後都是有一個劇型的劇組 或是工廠在默默的運作跟製造的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感性的創作者耶 那你在理性的經營當中 跟感性的創作當中 怎麼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 我覺得我從來都沒有真的取得平衡 我就是不停不停的切換兩種身分 然後不停不停的打斷 在從事服裝設計這一行之前 其實我也一直覺得我是個創作者 不知道那麼多那麼多創作以外的事 只是誤入了那個商業市場的小白兔 誤入了 等到進入之後才發現原來創作的時間 根本不到一半 那會不會去影響你的創作靈性啊 因為當我們進入到了這個就是 營運的這個領域的時候 我覺得多少會吧 可是也隨著了解服裝那個產業 在多一點之後 也覺得好像純粹的創作在服裝設計裡面 是不存在的 就即便我們現在是很小的品牌 哪怕以後發展有幸發展成更大的品牌 成為更大品牌設計師 也許那個時候要開始面對股東會 開始要看財報 然後開始要被股東質詢 那也許到時候遇到的是不同的挑戰 你有思考過你以後可能要IPO這件事情 你已經在跟我討論股東會這件事了 就想說好像純粹的創作是不存在 永遠都會被不同的事實打斷 而且這個打斷是破碎的 並不是說我可以前面一個禮拜做創作 後面一個禮拜做營運 而是每天都是一半小時一小時為單位 所以不停的穿插 所以理性跟感性的切換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也許會有一些創作上的人格分裂 但的確這好像都是很多很多創作者 會需要面對的問題 你中間那個SWITCH切換的開關 必須要越練越利索的感覺 是要頻率要越來越高 你剛才其實蠻謙虛的就是說 還是一個成長茁壯的當中的品牌 但是其實你的作品 已經有很多人都搶交跟你們合作了 不管是雲門五集 還有蘇打綠 因為我們下一集是蘇打綠 的團長要來 所以他們都跟你進行了一個更深度的合作嗎 對 除了我們的主業就是服裝的開發 服裝秀 服裝的生產之外 我們有不同類型的跨界合作 包括麥當勞啊 米凱樂啊 郭元毅啊 說到麥當勞 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現在拿出來 觀眾朋友應該覺得好熟悉 不管是你叫UberEase 還是到了麥當勞的這個分店 都會看到你的作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這個跟麥當勞 就是跨界Crossover合作的一個過程跟成果吧 因為我剛剛聽到 這個完全超標KPI 而且也幫助麥當勞 產生了非常高的銷售增幅 但是麥當勞本來的通路 跟本來在台灣受到的喜好 就很紮實 那我們只是提供了一個 不同的故事訴說的方式 每次有新的聯名對象 其實我們都想問對方說 為什麼想找我們 就是想找我們 是想要用我們的服裝的記憶 來幫他把他的故事說得更完整 還是想運用我們的素材 我們一起來說一個新的故事 就是 其實我們都一直想要了解說 這些合作對象 尋找我們的理由是什麼 那 離境了之後 就更有了創作的方向 像麥當勞可能是 麥當勞需要有 保有他們的元素 又加入我們故事的元素 然後我們一起來說一個新的故事 可是他仍然是在麥當勞本來 很深的系統之下 但是你把麥當勞搞黑了 其實我期待 從小就覺得有 如果麥當勞可以變成黑白灰 其實應該是一個很 很適合他不同的呈現方式 也許可以讓他變得更時尚一點 變得更設計感一點 大家都對這個合作是很滿意的 也許本來就喜歡吃麥當勞的人 他又得到了新的素材 新的理由去 去收集他的包裝 或是打卡拍照 當然最後還是要吃他 還是要享受他的產品 這就是傳說中的好吃 好玩又好看嗎 就是期待大家在吃的時候 有更多的樂趣 因為我們無法讓漢堡變得更美味 但是我們可以一起把故事跟訊息 傳遞得更清楚 但其實你看你現在也開始 某種程度是你這個世代的設計跨界王 但是回歸到國際的舞台上面 其實很不容易 你26歲就登上了倫敦時尚州 是 那是一個國際級的激烈的這種競爭場域 那給你一個怎麼樣的衝擊 其實我剛開始的時候 並沒有想太多 也因為我想的不夠多 跟對產業的理解太少 其實我們就誤打誤撞很快就開始 如果像現在對產業的理解 比當時更深刻的時候 其實做很多很多的判斷 都會更謹慎跟害怕 也許會更猶豫 我們的節目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誰誰就要到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欸!阿福 蘇打綠的團長阿福來了 我還倒垃圾了 你倒垃圾 這個阿福跟蘇打綠有合作跨界 對 我們就是喝 自然的喝啊 你想喝多少就 all you can drink 真的 所以我們沒有騎車來 我們走路來 它就是一個倒垃圾的概念 然後這樣亂入 你知道我們常常都會有亂入大來賓嗎 但是張孝全也是一個就是 要回家帶小孩的路過 就走進來 就走進來的嗎 對對對 我剛剛就聽到 剛剛倒垃圾過程聽到一個很巨大的問題 真的 我就聽住了 就是我在大喊蘇打綠的時候 你就倒垃圾還要下來 還要回家換西裝 對啊 感謝你啊 我們再繼續慢慢聊 你們說的是什麼 蛤?這個 Playball 像我們這麼純情的 我也不知道Alan 到底是看到我們心中哪一塊黑暗面 對不對 但看起來好像很濃的感覺 欸 可以了齁 可以安心去倒垃圾了 對對對 那我們就謝謝團長去倒垃圾囉 你剛剛沒有喝到酒味好厲害 對 心裡就很厲害 好感謝 對啊 我現在現在為了要 你知道為了保護生產 我今天我也不甘心 我還帶他去中醫埋針 然後減肥埋線 你知道嗎 天團復出沒有那麼容易 老師 我第一天去的時候 常常不能吃早餐 我都說好 真的嗎 他有這麼狠 我就帶了一杯冰咖啡 不能喝冰的 很嚴格 好嚴格 對不對 好期待我 好 拜拜 去倒垃圾囉 要給他那個 獻給愛麗絲的那個配樂 有一些 觀眾 或者是消費者 其實不喜歡 自己的衣服 跟人家重複這件事情 所以你有觀察過會走進你的店裡 或者是買你的產品的這些消費者的輪廓 TA是什麼樣的樣貌 我們一直有在觀察 也一直都很好奇 因為其實我也很好奇 什麼樣的人會想穿我們的衣服 然後他穿了之後又會去哪裡 所以是什麼樣貌的人會喜歡你們的產品 其實有點像是不同的個性 並沒有特定的年齡或是特定的身型 因為我們都希望我們做出來的服裝 是可以呼應更多不同的身型 然後當然也沒有年齡的限制 甚至也越來越沒有性別的限制 只是也許喜歡我們的服裝 是他喜歡在穿著上低調的傳遞出一些 自己想傳遞的訊息 然後有很多獨立自主的個性 然後也許跟創作或是藝文相關的領域 也會有很多的穿著者會想穿我們的衣服 他也許不想要今天穿著一套衣服 就很明顯的被認出是什麼品牌 可是裡面卻還有很多的元素 也許是推理的元素 也許是科幻的元素 然後期待對方來發現 我們要來喝一杯 以及我們是不是要再召喚出Alan啦 我們現在邀請Alan來到Round 2 來 來 你看你有沒有發現 我喝完那杯聲量開始變大了 這就是你要的 對沒錯 這個也是比較濃的一杯酒 就是下面這個杯墊是用台灣的檜木做的 欸有 那個Hinoki嗎 Hinoki 喔Hinoki 你看我現在先聞這個 欸有Hinoki的味道 對Hinoki的味道 然後它這個是我們去Twist 它那個一個精準條就叫O-Fashion 但是O-Fashion那是威士忌做的 那據我所知就是你的父親也是非常厲害的一個人 你說台灣網路教父 對啊台灣網路教父 很非常厲害 新電影的推手 對 大家自行腦補 我們就不要想那個人是誰了 對那 那因為如果說家父是O-Fashion的話 我希望它還是以O-Fashion的方式去呈現 但它裡面的內容物是完全不一樣的 包含了可能你在倫敦讀書的背景 我用了琴酒 跟你是台灣人 我用了鐵觀音跟東方美人茶 然後你是用那個 你是專門在做女裝的 食藏女裝的 所以我幫你加了一些那個蜜香味的東方美人茶的茶葉在裡面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苦精 苦精跟苦精的成分 因為這個O-Fashion它其實就是 錢苦精 水 很平快 這幾樣的成分去組合而成 喝到我悲情城市的音樂 都開始在我的海裡面浮現了 因為我希望它是同一個形式 但是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而且可能會更好喝 就是千曲藍聖銀藍的一個概念去做一個 做一個調酒的設計 酒量啦 酒量 而且它那個櫻桃我們是用一些台灣的香料去熬的 所以它可以配著櫻桃吃 然後再分個久 它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層次跟風味 是 你的櫻桃很入味耶 對啊 你做了多久 大概煮 慢慢熬的話大概需要一兩個小時 然後再存放 存放大概要一兩個禮拜讓它入味進去 我們所有的網友其實常常都會問 能不能夠喝得到 可以 可以可以 你就來東風街Fallplay找它就好 他叫Alan 對 如果我要沾設計師那一杯就有了 OK 好 謝謝Alan 謝謝 慢用 謝謝 好 在這個我們節目的最後 你覺得喝的感覺怎麼樣 這比剛剛的更重 苦精更多 然後有一點點泥美味 有泥美味 你很了解你的用的那個詞是很精準的 你對酒是很有研究的 還好 還好 但是恭喜你今天也擁有自己的調酒了 從此之後你來Fallplay就說我要我的特調 阿普特調 那在節目的最後呢其實你要再介紹一下 除了我們會有三個贈品對不對 對 就是口罩 可以不斷地重複習 而且又很Fashion 還可以 什麼 稍微掩蓋你的明星光環 好 所以其實現在你擁有源源不絕的創作能量 然後 從這個時尚產業出發 然後時裝 然後再能夠進入多角化經營 你就可以把你的影響力能夠推到更大更大 我們不敢說影響力 但我們覺得是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 我們其實是一群很窄很 每天都只是在資品開發跟討論的人 但我們透過服裝可以認識那麼多不同的人 像華明老師像蘇打綠 都是我們以前沒有想過 我們可以因為衣服而跟他們有所連結的人 所以這個連結跟這個聯名 其實是能夠創作出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阿普 漳谷設計師來到了現場 然後也帶給大家好的禮物 怎麼樣能夠得到好的禮物呢 歡迎大家要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按在打開小鈴鐺 還要看我們的粉絲頁 大家就知道怎麼樣可以獲得阿普的 送給大家的好禮囉 今天謝謝詹普來到現場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謝謝Web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 Cheers 謝謝 這杯東方美人Ovation 它主要材料是我們用勤酒 去浸泡鐵觀音跟東方美人茶 我們用兩種茶味的請酒去做調和 然後再加上鸚鵡糖 然後還有三種比特 去做出一個O-Fashion的水 音樂 在外面 那裡 很棒 再加上鸚鵡糖 那裡 在外面 也醜 那裡 很棒 沒有 哪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